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波光學模組 炫光學模組中 我們可以做一個等效的模型 那我們今天要模擬的題目呢 就是 我們有 在空氣中呢 有一片駁板 它是 兩micron厚的一個駁板 它的reflective index N等於1.33 那 我們的問題裡面呢 我們會有一個 錄色平面波 那這個錄色平面波 進來了以後呢 就可以計算 reflectance跟transmittance 那我們想計算呢 它在 波長 呃 光的波長 從400nm到800nm 之間呢 它T跟R的值 我們的做法呢 有兩種 一種呢就是 波光學模組裡面的 Electromagnetic Waist Frequency Domain 界面 另一個方式呢 我們就利用 線光學模組裡面的 Geometrical Optics界面 來做 那以下呢 我們來看 我們先看 波光學模組 裡面的模型 所以我們在Geometry裡面呢 我們看到 中間呢 我們可以有 我們的 這個材料的層 材料N等於1.33 它厚度是2micron 那 模型的 上下兩端呢 是 PML層 Perfectly Matched Layer 然後呢 我們 其他 上面跟下面的 都算是空氣 所以呢 我們在設定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有一個 入射的Port 入射的Port裡面呢 我們當然 設它偏正的方向 是在x的方向 然後 這裡有 Wave Excitation 我們把它Turn On 再來呢 我們在接收端呢 也是有一個Port 但是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Excitation 我們就Turn Off 然後也是讓它有 X偏正 因為要模擬 左右端 無線延展呢 所以我們用 Perfect Electric Conductor Boundary Condition 在 模型的左右端 這樣子 做完了以後呢 我們在Frequency Domain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去 去射 從400到800Nm 所以完了以後呢 我們 就可以模擬 模擬完以後 我們得到的結果呢 這個R跟T呢 我們可以從 S參數呢 裡面去運算 所以R跟T呢 我們就可以 根據那個 WaveLang 從400Nm到800Nm 把它畫出來 這個就是 撥光學模組 是 撥光學模組裡面的 計算 那我們現在切換到 線光學模組 所以線光學模組裡面 Geometry呢 我們基本上 Geometry 我們就 完全設空氣 那中間呢 會有 一個 Interior Boundary 那這個Boundary 所以我們的材料呢 全部都是空氣 那 因為我們要做 不一樣的 WaveLang的 Study呢 所以我們在 Geometrical Optics裡面的設定呢 我們要勾選 Allow frequency distribution and release features 那完了以後呢 因為我們要計算 T跟R 所以我們要 Intensity computation裡面呢 我們要選擇 Compute intensity and power 這個選完了以後呢 我們 想要加入 剛剛講的 2 micron厚度 的薄層呢 我們在 Material Discontinuity 的 設定裡面呢 在Coatings裡面 我們選 Add Layers to Surface 增加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 去增加 Thin Dielectric Film 的這個節點 那我們 增加了這個節點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設N 當然這個N是1.33 然後跟厚度 2 micron 那 這個選完了以後呢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 設定我們的 Light Source 所以 增加一個 Release on Grid 的節點以後呢 我們在 中間做設定 所以設定它的 QXNode QYNode 就是 光源 跟光源的方向 完以後呢 我們 當然 我們的 Frequency呢 會依據 我們從 400 Nm 到800 Nm 之間呢 我們去 計算它的 Frequency 來 來 來做 再來呢 我們就要設 我們的 這個Light Source呢 為Planed Wave 還有它的 它的方向 偏正的方向 設定完了以後 如果 我們即可 進行計算 計算 所以計算完了以後呢 這個是 Ray Trajectory 所以我們 Trace的是 從這一點 入色進來 到這一點 那 我們就可以 從 我們從 Ray Data 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把 Intensity 它的 一些參數呢 從 Intensity 裡面的 參數呢 我們就可以算 Reflectance 跟 Transmittance 所以我們兩種模擬呢 做完了以後呢 我們也可以拿到 從 400Nm 到800Nm WaveLand 裡面的 T跟R的值 那我們一切換 一做比較呢 兩個Study 他得到的結果呢 他們是吻合的 那以上就是 跟大家分享的 呃 波光學模組 與炫光學模組裡面 模擬 相同題目 的一個 呃 的分享 謝謝大家